欢迎收看王帝讲电影,我是解说王帝 今天王帝给大家讲一部 主人公因为意外事件被困在一个空间 无论如何都走不出去 直到35年后才恍然大悟的科幻烧脑电影《意外空间》 不要少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电影大体分为三段 其中两段讲了两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第三段则揭开谜底,是电影的收尾 影面开始就是一段追击的场面 一名警察在楼梯间追捕两个抢匪 兄弟二人从酒楼开始不断地往下跑 追捕中警察的手枪走火 意外打中了强匪哥哥的腿部 警察因为自己的意外走火而震惊 强匪弟弟则因为自己对警察的招供 害了哥哥而内疚 然而这时,一个巨大的爆炸声吓了三人一跳 由于劫匪哥哥无法继续逃跑 兄弟两人只能束手就擒 三人顺着楼梯往下走 然而匪夷所思的事情发生了 三人来到一楼时,一楼的门怎么也打不开 更为奇怪的是,一楼下面还有楼梯 而且墙上面还写着数字9 三人三脸懵逼 警察让兄弟二人原地等着 自己跑下去查看情况 可是走着走着居然从二人上面出现了 警察不信邪又往楼上跑去 结果又从二人下面出现了 这样一个情况真的是让三人感到了恐慌 警察又从楼梯缝隙中往下扔了一串钥匙 结果几秒钟后,钥匙又从楼上砸了下来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鬼打墙 三人害怕极了,被困在了无限循环的楼梯中 幸运的是,楼梯间有个自动收货机 里面的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更新 永远也吃不完 但是墙匪哥哥因为枪伤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没过多久便因伤口感染死了 警察和墙匪弟弟就这样被困在楼梯上 一困就是35年 35年后的警察因为这期间自暴自弃 俨然成为了一个邋遢的糟老头子 每天和垃圾作伴,生活就快不能自理了 而年轻的墙匪弟弟因为拥有更为规律的生活 35年间将自己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 成为了一个肌肉行男,积极地生活着 不对呀导演,你的剧本有问题 楼梯间是不是有个自动冲水的卫生间网说了 不然35年两个人不得被自己的粪片熏死吗 接下来到了第二个故事 小丹尼尔一家四口准备出门游玩 这个红衣胖子就是他们的继父 二人的关系不太好 在收拾好东西后 一家四口就开车出发了 车开出一段距离后 来到了一处加油站休息 继父给小女儿喝了口饮料 然而妻子看到后却破口大骂起来 原来女儿患有严重的哮喘病 她是不能喝这种带糖的饮料的 果不其然 很快女儿的哮喘病就发作了 如果说继父在拿治疗哮喘的喷雾时 不小心掉在地上踩烂了的行为 是有点蠢的话 那拿起来把剩下的药液 倒在地上的这个动作 绝对是嫌女儿活得太长了 原本应该给妹妹带备用哮喘器的小丹尼尔 也因为出发时太兴奋给忘了 无奈之下只能掉头回去 然而这时 突然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传来 是的 他们也和第一个故事一样 陷入了无限循环的公路 无论往哪个方向开 始终是在加油站附近徘徊 面对始终无法走出的公路 姬父索性停下了车 试图往森林中跑去求救 在他走后 妻子又发疯般地开起了车 过程中不断伸自己的耳光 想从噩梦中醒过来 但这根本没有用 女儿最终还是因为耽搁太久 窒息死亡 和上一个故事在楼梯的情况一样 加油站便利店里的东西 也会每天自动填满 一家人无奈接受了被困的事实 一眨眼也来到了35年之后 姬父跟之前警察的样子差不多 也变成了一个邋遢颓废的糟老头子 每天除了喝酒就是耍酒疯 母亲也变得骨瘦如柴 生活不能自理 丹尼尔则长大成人 并在野外搭了个帐篷 她积极地生活着 每天坚持锻炼身体 吃自己煮的绿色食品 镜头一转 故事一里的警察即将死去 而这时 她突然睁大眼睛 记起了一些事情的真相 原来她就是故事二里的小丹尼尔 而且她和姬父一样 只能在即将死亡的时候 才能想起所有的事情 当年姬父临死前告诉丹尼尔 她原本叫卢本 也和一个船夫在海上漂流了35年 船夫临死前 让她不要进入红色的汽车 但是她没听 于是又陷入了一个循环 所以姬父在最后一刻 警告丹尼尔不要上警车 可是丹尼尔也没有听 打开车门的那一刻 丹尼尔瞬间忘记了一切 并开始按照车座子上的红本子指示 抓捕兄弟二人 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 丹尼尔死前警告强匪弟弟 千万不要进电梯 然后就死去了 但是上述的一切 其实都不是真实的 只是主人公们内心深处的事件 或者说是因为意外的惊吓和自责 他们的潜意识 自动联想坏结果产生的空间遐想 现实世界中 则与意外空间中的故事完全不同 姬父一家走出了公路 妹妹并没有死 当年的小丹尼尔也长大成人 当上了警察 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 并有了一个baby 前35年过得很顺利 这跟意外空间里 丹尼尔前35年积极生活相对应 姬父则婚姻失败 经常和妻子争吵 离婚后酗酒颓废 最后自杀收尾 而在楼梯中的强匪哥哥被枪击中后 丹尼尔也压着两个强匪走出了楼梯 强匪弟弟接受感化教育 结婚生子 丹尼尔却因为妻子出轨 一怒之下枪杀了和老婆出轨的男人 在牢房中度过了后半生 对应了他被困楼梯的那颓废的35年 在电影结尾 已经人到中年的强匪弟弟 没听丹尼尔死前的警告 成为了酒店电梯操作员 走进电梯 并瞬间忘记了以前的一切 随后一对新婚夫妇走进了电梯 走出电梯后 对蜜蜂过敏的新郎 却被强匪弟弟意外放出的蜜蜂遮伤 此时又响起了爆炸声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很显然 最后三人也陷入了无限循环的悲剧中 结果必然是新婚丈夫过敏而死 新婚妻子积极面对 而强匪弟弟又会变成一个颓废的糟老头 直到死去 意外空间是一部相当让人惊艳的作品 甚至比同样往复循环的恐怖游轮还要恐怖 因为它是给人心理上的压迫 一次自责就将带来一部分灵魂的围困 并且不断循环 无法救赎 细思极恐 不过说白了 意外空间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一个简单的哲学预言 人生更多的时候是在狭隘的空间里走不出来 在循环往复的时间里消耗生命 真正能走出来的时间并不多 但是我们总是忘乎所以 忘记了那些苦毒 病痛 忽略了衰老 以至于在短暂的自由中 忘记了珍惜时间 忘记了初心本我 然后很快又坠入意外空间 或许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忘记我们努力的原因 可随着人到中年 似乎都有着相似的麻木 大多数人不论家庭还是工作还是自己 都接触到了死水一般的生活中 从习惯这一刻开始 就像听到了爆炸声 走上流水线 过着几乎一成不变的生活 和别人一样工作成家生子 这些痛苦是更大的痛苦 虽然大但很顿 没有尖锐的疼痛 会让人忘了自己的来龙去脉 忘了自己的梦想 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意义 所以现在即使我们每天吃外卖 没完没了的加班 有了渡难 也要不断提醒自己 不要忘记或无视 青春时让你痛苦或拼搏的一切 不要成为一个自己讨厌的中年人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千万不要忘记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王弟姐说就点关注吧 王弟讲电影有你更精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